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又是我 機外小學的關老師講故事的時間 今次要講的故事叫南瓜湯 作者是海倫富柏 翻譯是柯善華 小朋友 你最喜歡飲什麼湯呢? 試下講一下 飲起來是什麼味道呢? 樹林裡有一間很古老的小白屋 它的花園裡種了很多南瓜 那裡有聞起來很香很香的湯 每逢晚上 如果你幸運的話 就可以見到 有一隻貓在裡面吹風笛 有一隻蟲鼠在彈鋼琴 還有有一隻小鴨子在唱歌 他們的大盒酒都很好聽的 這個故事是關於你喝過世界上最好喝的湯 就是南瓜湯了 究竟這個南瓜湯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我們一齊看看 每一日就會由貓將南瓜切成一片一片 然後就會由蟲鼠將水攪勻它 最後就是鴨子 畢起鹽 將剛剛好的鹽的份量倒進湯裡 他們大家分工合作 一起去完成這個全世界最好喝的南瓜湯 你還記不記得他們三個分別負責什麼呢? 這些就叫分工合作 從他們做南瓜湯的過程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重要呢? 為什麼呢? 日常生活裡面有哪些事情 是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來完成的呢? 終於 個超級好喝的南瓜湯煮好了 他們 他們喝得津津有味 然後一起彈琴唱歌 到差不多睡覺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上床 轉入被子裡睡覺 這張被子是貓縫出來的被子 上面的花就是由蟲鼠獸出來的 而鴨呢 就用它自己的羽毛 塞滿那張被子 令到那張被子變得柔軟 在古老的小白屋裡 平靜和諧 他們分頭做他們的工作 他們都很開心 直到有一天早上 鴨仔很早就醒了 他很輕快地走進去廚房 對著本來蟲鼠專用的湯匙 他就想了 啊 如果由我做大廚的話 那不是更好嗎 於是 他就搬了一張椅子過來 站上去 夾高腳 用他的嘴 想拿那個湯匙下來 然後 鴨仔就很快地走回去他們睡的房間裡 高舉著湯匙這樣說 今天輪到我來搞湯 蟲鼠就很生氣地尖叫 那個是我的 搞湯是我負責的 還回給我啊 就連在一邊的貓都看不過眼 它說 你太小顆了 我們要按照原來的方法去煲湯 但是鴨仔就把湯匙抱得好緊 直至到蟲鼠用盡所有的氣力拼命地拉 忽然 哎呀 湯匙飛到半空 轉呀轉 咚 打中了貓的頭 貓總之忍不住 一起吵架 他們之間就多了很多很多爭執 原本很和諧平靜的小白屋 現在就充滿著 吵吵 混亂 蟲鼠就拿著他的湯匙揮來揮去 貓就好生氣地大喊 結果 鴨仔就哭哭啼啼啼地走 她說 我不要再住在這裏啊 你們從來都不讓我幫手的 鴨仔 他收拾好行李 擺上車仔裡 搖搖擺擺地離開了 鴨仔沒有回來吃早餐 亦都沒有回來吃午餐 蟲鼠就想 哼 我會找到牠的 貓還用嘲笑的口氣說 哼 我看牠都不過是躲在外面而已 我肯定牠一定在南瓜園那裏 但是 鴨仔並不在南瓜園 牠們怎麼找都找不到牠 於是 牠們就等 一路等 再等 繼續等 等 等下等下 蟲鼠都沒有耐性進去 只得貓坐回 最後就連貓都覺得好像沒什麼希望了 等了一個很長的下午 夜間 小蟲都會走到門口看牠回來 沒有 蟲鼠都在地板上來來回回走 他们还说,等那只鸭仔回来,它一定会跟我道歉的。 但是鸭仔没回来,甚至都没回来饮汤。 汤不好饮,因为它们煮得太咸了。 他们两个对着晚餐,一路哭,一路把眼泪滴到汤里。 泪水令汤越来越咸。 咦,吐心死了,咸死了。 这个时候,虫鼠就说了,我们应该给它搅拌的。 它都只不过是想帮忙而已。 猫就哭着这样说,我们出去找它啦。 于是猫和虫鼠就在很黑很黑的树林里走来走去,越走越害怕。 它们很担心鸭仔会自己在树林里面遇到狼啊,熊啊,甚至是巫婆啊,和狐狸。 但是,它们找极都找不到它。 seeing if their Fun day begins to stay 它们时间装充莱罔地走,去到非常陡凋的溶崖边。 貓哭著這樣說 嘩不定 牠掉了下去了 松鼠芝芝這樣叫 我去救牠 牠們就掉了一條繩 很長很長的繩 但是松鼠爬到地面 四周找過了 都見不到小鴨 然後貓很悲傷地說 說不定牠找到 比我們更好的朋友呢 松鼠就說 唉有可能啊 那些朋友可能願意給牠幫忙呢 牠們就牽著沉重的腳步 回回家 一路上 牠們就一路想 唉 鴨仔一定是放棄了牠們 去找過一班新的朋友了 但是 就快到家的時候 牠們見到 古老的小把屋裡面 竟然是著著燈的喔 是鴨仔啊 牠們一邊尖叫一邊衝進去 鴨仔見到牠們都好開心喔 而且牠們三個都好餓 雖然已經很硬 牠們都決定 再一次一起做個南瓜湯 今次 牠們就真是被鴨仔幫忙攪了 一路攪湯的時候 然後 貓和蟲鼠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雖然鴨仔搞得太快 把湯 切到到處都是 切到鍋都燒著了 但是貓和蟲鼠仍然是不說話 然後 鴨仔就告訴蟲鼠聽 應該要放多少鹽下去 結果 這一鍋湯 變回做 全世界上最好飲的湯了 就這樣 古老的小白屋 又恢復了平靜和和諧了 你看 牠們要一起玩音樂了 直到 有一天 鴨仔突然說 我想吹風笛 你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小朋友 故事到這裡就完了 你們又不妨作一個故事的結局給牠 我們又可以一起想一下 究竟 鴨仔離家出走 是不是真的解決到問題呢? 你們猜猜牠走了之後又去了哪裡? 為什麼 鴨仔自己會回家呢? 如果你是鴨仔 如果你是鴨仔 貓和蟲鼠都不贊成你的做法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調轉角色 如果你是蟲鼠 你會不會願意給鴨仔搞湯呢? 為什麼呢? 不知道小朋友 你們看不看得出 其實蟲鼠和貓都很喜歡鴨仔 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出這件事呢? 再想深一層 你們有沒有曾經試過 跟你的好朋友吵架呢? 記不記得是為了什麼事呀? 之後你們又是怎樣和好的呢? 當我們打算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其實究竟應該要怎樣 才可以完成到這件事呢? 好鼓勵同學仔你們 都可以認真細心地回想一下這些問題 如果有紙和筆 不妨寫下 再看看究竟自己是怎樣處理 和朋友的關係? 今天講到這裏了